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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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犯者是故意的 是有动机的 有计划的 在哪些方面行为 言语 态度 所以不一定是行为 如果同意的话 就不是一个暴力 也不是一个侵犯 性暴力的影响 非常之严重 而那个情况 也不因为种类 不因为所谓我们认为的 严重程度 每个人都不同 例如有些案件被强奸 强奸之后 可以躲在 什么人都不见 躲在三个月 情绪低落得很重要 失控 自责 大家觉得他明明是受害者 可能怪自己不懂反抗 这个可能会 可能会想想 如果当时我不怎么怎么 会不会 就不发生这件事呢 我当时应该怎么怎么 我们社会会觉得 受害者应该是 一定程度上都要负责任 我们普遍社会都是这样 然后你们发现那些报纸是怎么报道的 其实今天都不是改变很多 他们就说 妙龄女士深夜归家 黑汗被强奸 很多时候他们会说 什么 那个处境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情景意味着一些责任 就是有责任的含义 里面说 这个女士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 在什么环境里面 发生这些事情 所以最近有一件非常出名的事 大家不知道没有留意 我们警务处处长 有一个案子 就是有一个女孩在酒吧喝醉酒 被强奸 然后我们警务处处长 就说 叫女士最好不要喝这么多酒 我们社会觉得女性是要保护自己的 如果你受侵犯 那就是你保护自己不够好 如果你很敏感到自己的感觉 你会知道 其实你是每一刻 其实你是在想 其实你已经去到一个地步 你不是想的 你不需要想的 那些已经变成你一种潜在的 在你内化的里面 你要注意的东西 访问女生的时候 她们很多都会觉得 是一件很厉害的事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社会 觉得自己所谓不干净 内疚 自尊 自我形象受损 行为表现 比如工作学业影响 比如刚才我说 有些女生会躲起来 开始有些情绪困扰 晚上睡不到觉 很多flashback 那些影像会回来 不能够集中精神 人际关系 失去信心 那更严重的地方 就是二度伤害 我们经常都说 性暴力或性侵犯 本身已经有伤害 本身我们叫做 primery victimization 一度的伤害 是判断她 前男人判断她 前男人判断她 她就去报警 后来那个案件 是困扰的 上了发现之后 判了罪 但是这个女生的 是很久的 二度伤害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过程中 她之后的事情 才再伤害她 她觉得feel guilty 是因为她觉得 她很对她的妈妈 对她的前夫 男朋友 觉得她害了她的儿子 当然她自己 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但是一定平常 她觉得 也是伤害了她的 男朋友的家人